今天我先祝大家 鼠年吉祥 祝愿大家 身体健康如硕鼠 收获摸摸如甜鼠 聪明伶俐如松鼠 生活者如米老鼠 我叫魏俊光 我是初中三年級的學生 今天我要學習講一個故事 有關元宵節的傳說 請大家摸摸著鳥 謝謝 話說從前天上有一隻蛇羊 牠是玉地最心愛的一隻鳥 有一天牠沉著玉地不在的時候 潑潑飛到五間 可是呢 沒料到牠被一群獵人發現了 快快快來看 那邊有隻奇怪的鳥 趕快把牠射下來 這隻蛇羊就是讓被一個人射死的 呃 當玉地在這個時候 發現牠自己的鳥不見了後 玉地非常憤怒地說 是誰偷偷我的鳥 趕快把牠找出來 好 快點 當玉地知道牠自己的鳥不見了後 被一群獵人這時候非常的生氣 快點 傳遞下去 正願食物火燒環間 現在有一位心地善良的仙女 不忍心 不忍心懷疑 反應受難 牠偷偷地飛到人間 將這東西告訴大家 不要拒絆 讓他們撡 endured 黎地 龍 研究 讓他們 抒絆 白玉地 都安 dock porque 沒有結束 今次由愛的深蹤 混得過 這樣子 好 群 dazu 莫阿 有 kier 波超 老爺爺 老爺爺 你是否有什麼辦法來拯救我們大家呢 老爺爺說 你們要回家準備 正月十四 十五 十六 這三天 你們家家戶戶都要朝燈節慘 連想爆竹變燃煙 沒有不安 百姓們照著老爺爺的分部去坐 到了正月十五 天兵天將準備執行命令的時候 從天平看下去 人間一片光光 當玉帝發現他肚子已經非常生氣的時候 禮報天地 他家把他的命令收回的時候 不再燒燒人間了 各位 我的故事講完了 謝謝 大家準備 好棒 好棒 好棒